嗨 大家好 我是曖昧 今天要跟大家球精球學 Clare Thompson 生涯打破了非常多紀錄 因為他投球的能力 讓他有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數據 像是單捷37分 三捷得60分 而且只運9次球 一場比賽投進14顆3分球 跟一場比賽連續投進10顆3分球 Curry雖然得過MVP 而且比較有名 但是Clare這樣的表現有時會讓人開始想 究竟誰才是一哥呢 但是對我來說比較實際的問題是 Clay為什麼投球那麼的準 跟Curry一樣 Clay他爸也在NBA打過球 但是不一樣的是 Curry他爸是個有名的射手 而Clay他爸即便以前是選秀狀元 他打的位置是中鋒 而且生涯只投過14次3分球 所以Clay年輕時沒有像Curry一樣 從他爸爸那邊學投球 但是Clay小時候 還是有在場邊看NBA的比賽 跟其他NBA球員互動 以及從他們身上學習籃球 他有全美最好的籃球訓練資源 以及天生的運動天賦 而且他在運動方面競爭激烈的家庭長大 他媽媽以前是田徑選手 而且Clay有一個哥哥跟一個弟弟 哥哥現在在NBA發展聯盟打球 弟弟現在是MLB選手 Clay第一次秀出射手的潛力 來自跟他爸爸一對一的打球中 由於他爸身高208公分 Clay沒辦法上籃進攻 只好靠投球 每天這樣反覆的練習投球 讓他有了基礎 但是直到中學時 Clay遇到改變他一生的教練 Joseph Kempf Kempf以前也是夢想進NBA的籃球員 他到高中的時候都還是校隊代表 但是大學籃球表現不如意 只好去當醫生 而他閒暇時會去中學當籃球教練 Campf以前在研究Jerry West Pete Merivich Dale Carey怎麼投籃的 並把他學會的交給Clay以及其他球員 第一 進去投籃時 投籃動作要維持一樣 球要放在額頭前面 手要拉長 而且食指跟中指要弄出V的樣子 每一次練球時 Campf都會強迫球員 在進區內用這樣的投籃姿勢投球 他的概念是 先從近距離把投籃姿勢調到最佳 等投球姿勢穩定後 再離籃框遠一點 而不是用不對的姿勢投三分球 現在Clay說 他能有這樣的投籃準度 都要感謝Campf教練 當Clay選到高一 因為沒有順利打進球隊 當他同年級的朋友在玩的時候 他都在籃球場上練球 他練球的態度是他與眾不同的地方 也是在高中的時候 Clay認識了第二個改變他人生的教練 Jerry Debusque Clay說 Debusque教練雖然沒有改變我的投籃姿勢 但他教我態度要保持謙虛 幫我把籃球基礎打好 更教我如何正確的防守 與其讓他的球員高中時 表現得像全明星一樣 Debusque教練更加注重於 教籃球基礎 為他們籃球生涯的下一個階段做準備 上述的訓練 加上Clay身高30突然長高到200公分 還有中學時的正確投籃姿勢 讓他高30變成全國算是有名氣的球員 他高40長均21分 並帶領球隊到州冠軍賽 可惜他們球隊輸了 拿了州第二名 而冠軍戰中 Clay投進了7顆三分球 到Washington大學時 Clay投完的知識完全成熟 但他還在訓練自己 如何在場上的任何位置 製造空間投球 因為他不是運動能力最強的球員 主要得分還是靠投球 他的努力得到成果 他大學時沒有特別的投球教練 但是他用過去所學的經驗 在大學期間三分球命中率幾乎40% 而且一場比賽平均投6顆 使他場均得分20分 這讓他在2011年選秀 被勇士隊以第11順位選中 變成Curry的隊友 Clay也一下子被認為是聯盟最好的幾位射手 Clay從小被認為是隊上的絕佳射手 這是他第一次跟另外一位絕佳射手同隊 他們從第一年搭配就開始用三分洗禮對手 他們不到第二年就拿到浪花兄弟的稱號 而且被他們的教練Mark Jackson 稱作是NBA歷史最強射手後衛組合 他們每一年都打破個人跟團隊球技三分進球術 互相學習以及互相競爭使他們不斷進步 而且兩位不只從Mark Jackson身上學到很多射手要訣 他們2014年換的教練Steve Kerr更是NBA歷史三分命中率最高的球員 跟喬丹城市一起獲得三冠 還有跟著Team Duncan以及波波教練一起多兩冠 Clay說Kerr教他最有用的東西是 跑位時改變移動的速度 還有靠不同技巧騙對手跑位的路徑 與其自己製造空間投球 更要懂得用掩護把對手卡死 就這些小技巧以及不停的鍛鍊 讓他每年還是不斷進步 之後KD加入勇士 使他們可以互相學習 Clay說因為他們教導 他每場比賽開始的熱身都做一模一樣 在場上的幾個點投進50顆球 投球的時候身體一定要是平衡的 假如重心在一邊的話 投的一定不準 在跑位的技巧方面 要常常變換速度 注意對手等身體狀況 而且要跟空位有默契 Clay說他覺得最重要的是 讓自己得分武器變多 他不想只當一個三分射手 他需要更多中距離投球的能力 讓對手搞不清楚要怎麼防守 而這些技巧讓他生涯三分命中率 穩居40%以上 也讓其他球隊都想要交椅得到Clay 舉例來說幾年前 PG還是六馬隊的球隊一哥時 因為不想每一年季後賽 都被LeBron淘汰 所以PG在成為自由球員之前 想被交易到其他球隊 在2017年 六馬隊試著用PG 跟勇士隊交換Clay Thompson 其實許多人說這個交易 對勇士隊來說力大於弊 但當時勇士隊的總經理顧問 NBA LOGO Jerry West 堅決不交易Clay 從結果來看 West決定是對的 毫無疑問的 在2017年之後 勇士隊持續爭霸NBA聯盟 PG成長成MVP等級的球員 如果當時交易成功的話 勇士隊先發球員中 可能有三名是NBA前五強的球員 光是想像就很恐怖 但是勇士隊不想破壞浪花兄弟的化學反應 所以最後決定不交易 Harden在山牙初期開始受到其他球隊的注意 在雷霆的系統下生意良好 拿到年度第六人 並且幫助球隊打進NBA總冠軍賽 在那時Harden看到自己的身價 也發現如果繼續跟KD和Westbrook一起打球 會限制他的球員發展跟名聲 在雷霆跟Harden無法在合約上達成協議之後 雷霆就到處找球隊來交易Harden 在他被交易至火箭隊之前 其實他在2012年差點被交易至勇士隊 雷霆的球隊經理想用Harden 跟勇士隊換Clay跟一個首輪選秀籤 但是勇士隊不想要Harden 雷霆也不想給勇士首輪選秀籤 所以這交易沒有成功 現在來看勇士隊錯過拿另一個MVP等級的球員 而且Harden的火箭隊跟勇士 有相當激烈的季後賽系列戰 而且差點在2017到2018季後賽淘汰掉勇士 Kevin Love在山鳥初期在灰狼隊表現不俗 常常出現在MVP排名前三當中 但是因為灰狼找不到適合他的隊友 所以在2013到2014的時候想交易他 想跟勇士換來更年輕的球員Clay 當時Clay還沒成為球星 所以勇士的球隊經理跟灰狼協商了一個多月 準備要交易的時候 被球隊經理顧問 MBA LOGO Jerry West圖指 他認為Clay有潛力變成頂尖的3D球員 而且跟Curry又有不錯的默契 所以West堅決不交易 回頭來看West的決定是對的 勇士隊連續5年打進冠軍賽 而且Clay還是主要工程之一 那麼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吧 假如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按個喜歡跟訂閱的按鈕 我還有非常多正在準備的NBA的故事 所以決不要錯過 那我是艾妹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Gatel Anastos 先跟大家說艾莉歐沒有搞失蹤喔 她怕被老闆認出聲音被炒魷魚 所以頻道一半就交給我了